今天是个大晴天 这不大早晨起来了吗 我来新买这个房来放放水 因为早晨6点到7点就没有水了 咱们现在就去放水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自来水 这个大铁锅里头咱们再温点水啊 火咱们已经下着了 看他还真好烧 这个就是刚卖那个小房 一会呢就把这屋这个小火炕 给它清理一下 擦干净容易 屋地已经干了 咱们买的小房啊 40平方也够住了 带这么些彩虹 公共才2万多一点 这边呢还有个小三轮车 这个到夏天跑跑山啊 拉点彩虹啥的都挺好的 水咱们已经放完了啊 它是暗点来的 中午到晚上4点呢 才能来水 4点到5点就停水了 看到这块这几块板的吗 总共3块板 这个打开就是一个大窟窿 底下是个菜窖 放储存菜用的 要是有时间的话 把这堆雪咱们也清出去 要不然一画就该画到那个彩虹底下 或者是跑邻居家院子里了 看看这点还有这么些渣子 这等于咱扫下去 不好玩 我就不来收回家 还不如上沙点抛点啥 那你住山里面去吧 跟那个大熊住 嗯 那也带着你可以去 哈哈哈哈 你跟那个熊大熊还去住吧 可以啊 它抱着它有暖和 挖个树洞就是家 少得买这个房子呢 对啊 你看这还收拾 它那个挖个树洞就是了 管的收不收拾 那不行啊 我没穿吊 哈哈哈 那会儿还得咋两 那会儿都糊过了 那会儿买那个墙子贴吧 还是弄点什么糊一下 那会儿有那么热吗 知道 哎 没样子不行 到时候贴大饼了 他把这一糊 那饿了咬一口是吗 对啊 那多省事啊 这懒汗啊 懒汗就是懒汗的活法呀 谁说我懒汗 那你不是说贴大饼呢 饿了就咬一口 那他都糊了 贴大饼了能不糊 我就不相信 哈哈哈 是不是你想等那个伙计 烙饼在那里 墙都能糊 你说贴大饼都能不能糊 哈哈哈 你是我的粉刷将 粉刷本领将 我娘办个新房子要整得很漂亮 来啊 爱牛 到以后有钱了 完了之后买个电脑放在这 这个顶上呢 能放一个大多的行李啊 就是那个背后 就是谁来住我 完了之后 哗扯一套 我放可多了 这么大一大烫 完了之后那会儿呢 高度白粉过两天来清洗一下 下面就取暖的大壳墙了 那会儿有点开交了 过两天也给它修补一下 我娘干啥呀 想把这些草给清理了 但是它这里是冰的 那都冻着呢 你那拔起来吗 拔不起来我太天真了 哈哈哈 行了 那个就不要冻了 你看这个 这个木灯 哎呀 哎呀 都冻着呢 对啊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见 阳光还是挺挺明媚的 但是 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 咱们下期见哦 别忘了点点后期 有个宝贝的观众 拜拜啦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观看